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父明星B是三个字的艺人 好像总演一些特别狠的那种角色 女明星跟公父明星A结婚之后 出轨了这个公父明星B 出轨本就是个拿不出门的事情 结果公父明星A的老婆还不以为然 疑似为了追求刺激 竟然在自家别墅里偷情 搞笑的是 这个公父明星B跟公父明星A的老婆 在床上的时候 公父明星A突然回来了 当时三个人就在一个别墅里面 女方跟公父明星B在楼上偷情 其老公也就是公父明星A就在楼下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很尴尬 可偷情的两个人却觉得非常刺激 此事在网上曝光之后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怀疑是不是成龙或赵文卓 成龙是公父明星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赵文卓自然也不差 只是两个人段位不同罢了 从结婚第二天起成龙就一直在谋划如何离婚 可直至今日也没离成 不仅婚没离成 成龙还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 年轻时的成龙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原本在成为成龙太太这件事上 邓丽君更有优势 可成龙最后却选择了林凤娇 如今的林凤娇 丈夫疼爱 儿子孝顺 手里还握有大笔财富 倘若没有他几十年的隐忍 便不会获得今天的幸福 有人认为 他的幸福是委曲求全换来的 可有时候相对过程 结果更重要 人常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 林凤娇有多能忍 不仅容忍成龙在外有私生情 而且还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 隐忍了18年 1999年 小龙女事件爆发 成龙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了那一句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出道多年的成龙 第一次遭到事业的滑铁炉 沦为了网友口中的渣男 事实上 在吴启丽怀孕的时候 成龙怎让他去打掉这个孩子 并表示 即使你生下来 我也不会认这个孩子 但吴启丽却以为 只要有了这个孩子 就能套住成龙的心 他还是生下了小龙女 吴卓琳 很显然 这是吴启丽在向林凤娇的 重工位置挑战 但林凤娇是怎么做的 在这关键时刻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责怪成龙 反而给他出主意 你不需要解释 你不要去伤害人家 也不要人家伤害到我们 只要你需要 我和儿子可以马上站出来 在接电话前 成龙以为 林凤娇肯定会大骂自己一场 自己就可以趁机和他离婚了 但没想到 妻子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他满脑子都是等着对方来骂他 可是林凤娇却没有骂他一句 在挂完电话后 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他才知道林凤娇是多么的爱他 人家真心的对你 你却处处防备人家 曾经在一个节目中 主持人听闻 成龙防备林凤娇二十年 吃了一惊 成龙却理直气壮地表示 但是看到林凤娇 居然这么关心自己 处处为自己着想 成龙也想清楚了 随后他找到了律师 并将自己的财产 都转移到了林凤娇的名下 林凤娇的大度 可以说是拿捏了成龙 他越是一而再 再而散地退让 成龙就越是内疚 可以说在对待成龙的感情上 林凤娇真的是狠人一个 当年林凤娇与成龙结婚的时候 是在一个餐厅里举行的 没有隆重的仪式 没有华丽的婚纱 没有热闹的宾客 结婚以后 成龙也没有公开自己有妻子的事实 林凤娇就这样默默地隐忍了18年 期间他拿着成龙给他的生活费 但那也只够生活而已 直到林凤娇生孩子前夕 成龙才不情不愿地 飞往美国看望他 换作别人 可能早就和成龙分手了 但林凤娇硬是靠着过于常任的忍耐力 一步步成为了大哥背后的女人 也正是因为他的隐忍才换来了幸福的生活 有人认为不值得 可或许那正是他想要的 信任从来不只是说说 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事情上 要提升信任度就需要做一些事情 让对方心理上有足够的安全感 这一点林凤娇就做得很优秀 并为他今后拿到成龙几百亿资产 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忍辱负重20年的他 拿到资产后装都懒得装了 一个电话成龙放下戒心 世上谁能不爱财 谁能轻易将财富拱手让人 林凤娇是个绝对秤职的女子 她宽容实大体有格局 看似柔弱 但能够在万花群中枯的成龙 心里占有新的地位的 岂是能被小瞧的人物 不管男人在万有多花心 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女人哪个男子会不爱呢 可起初成龙并不相信林凤娇 觉得对方肯定图自己钱 而不是人 成龙小心警惕 再加上自己身边的兄弟 总有被老婆卷走家产的事情 见过叙铃铃的例子 任谁都会保护好自己的全部家当 成龙自然也是如此 林凤娇与成龙结婚十多年 成龙依旧小心防范 只是将家中每个月开销给她 绝没有多余的 时间久了 她累了 于是便想着恢复单身 但由于没有理由 也只能继续这样过日子 直到一个电话的出现 当年 吴几莉挺肚子被曝光 与成龙的联系后 成龙坐立不安 林凤娇也在此时 给成龙打了电话 对此 成龙还想 如果她一则说自己 就顺势提出分手 但外外没想到 林凤娇却说 你别管我 先处理事情 对此 成龙反倒是满是愧疚 简单一句话 给了成龙一股 无形的力量 与安全感 为了让成龙解决此事 林凤娇甚至还告诉对方 需要自己出面解释什么 都随时可以配合 林凤娇虽然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将此事变得简单化 至此 成龙彻底看清了林凤娇 认定了要与她过一辈子 成龙公开林凤娇身份 她终于不用带着自己的孩子 置身国外 林凤娇结束了躲躲藏藏的日子 隐婚四十年 终守得天开 见明月 不仅如此 成龙将自己的家产交由林凤娇 手段快准狠 得兄弟心者 得天下 林凤娇是一个有手段的女子 快准狠 一跃成为成太太 比起邓丽君 她更能琢磨透成龙 想当初 成龙与邓丽君在一起的时候 两人约会会选高级餐厅 但成龙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因此在约会时便叫来兄弟 两人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一个优雅文艺 一个乍乍乎乎 相反 林凤娇从女神手中撬走成龙 将成龙拿捏得妥妥的 因为她知道成龙与众兄弟的联系 因此与他们打成一片 能更快立足 每次剧组探班都会给大家带礼品 这样一对比 林凤娇在众人心中的地位更胜一筹 得兄弟心者得天下 在身边兄弟的影响 成龙也越发认为 林凤娇才是能与自己携手一身的人 除此之外 林凤娇对自己的狠 也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男子和别的人快活 还有了私生子 更过分的是 自己还要帮忙擦屁股 如今他的儿子才是成龙唯一继承人 对于女儿什么的 成龙根本不承认 财产就更别说了 成龙小心防守 最终家产 还是落入了林凤娇母子手中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一目了然 成龙的保险受益人不是他的亲儿子 而是他的媳妇林凤娇 2021年有媒体爆出 成龙退出林凤娇的两家公司 一时间 关于成龙林凤娇离婚的传闻 甚嚣成上 据悉 这两家公司分别是 北京中泰龙威房地产有限公司 亿房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他们均成立于2007年 法定代表人林凤娇 目前已经有了14年的时间 一直都是由成龙的太太林凤娇持股 而成龙军任监视一职 随着舆论越闹越大 成龙公司回应了 原来并不是什么离婚 而是公司内部调整而已 房子民曾在一个节目上表示 父亲公司的大小事物 都是林凤娇在管 甚至手机相机这些小物件 都是林凤娇在处理 成龙虽然是名义上的老板 但林凤娇才是实际控股人 换句话说 公司的所有实权都在林凤娇手里 成龙不过是挂个虚名罢了 从这也能看出 他绝对不是那种 只知道勤勤哀哀的女人 还是有一定的商业头脑的 掌权后直接变联 而当年 卢慧光潜散费 少的可怜事情 是由于林凤娇刚上任 对承家班展开一系列 清理门户展开的 当时不少声援都被裁 其中也包括 跟了成龙30年的卢慧光 多年来 卢慧光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甚至在女子生产时 都只顾成龙 不顾女子 就算最后非要遣散 按理应该给对方 50万遣散费 但最终只给了10万 对此 卢慧光找到了成龙 却被成龙伤了心 面对卢慧光一句 30年兄弟情 只值10万的话 成龙一句简单的公司 交给林凤娇管了 自己说了不算 给打发了 此事曝光后 不少人质疑林凤娇 难道之前的温柔 都是假装的 如今手掌大拳后 便装都懒得装了吗 除此之外 据悉林凤娇掌拳后 公司人心惶惶 对成龙此举 还有不少人疑惑 成龙借刀害人 其实他早有 想遣散这些人的心 但碍于情面 不好下手 林凤娇的出现 自是顺理成章的 替成龙解决了一切 并且背了锅 但背后诸多事宜 只有他们心理清楚 大家所能看到的 就是多年风雨 如今的成龙 怕是离不开林凤娇了